齐白石的虾和带刺的尼丑 中华刺丘一种被其带刺的小型原生鱼 体型修长飘逸 观赏和营养价值较高 刺丘饲养并没有多少难度 唯一的困难是喂食 刺丘很难驯化吃饲料 不要说饲料 就算是死肉 乳小鱼干也不行 刺丘吃活食 只要是活动的 小鱼虾和各种虫子都可以 如果没有活食 那就要喂活肉 鲜活鱼虾肉 红虫 蚯蚓等 否则刺丘还是很容易饿死的 现在东归先生给刺丘准备了齐白石的虾 就是长着长长的大钳子的大眼贼 即日本找虾 也是齐白石画中的虾 大眼贼虾以生性残暴而出名 那对钳子是用来捉鱼虾吃的 虾苗阶段和黑壳虾 花腰虾很像 很容易混入鱼缸 祸害缸里的其他鱼虾 所以遇到这种虾 一定不要放入缸里 除非是想用它来喂猛鱼 今天东归先生想用这些齐白石的虾 来喂中华刺丘 将虾过温后放入缸里 最先欢迎大眼贼的是国斗 小齐白石的虾基本被一扫而光 中华刺丘的反应慢半拍 但也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很快加入了欢迎队列 他们的热情吓坏了 齐白石的虾 这些虾纷纷躲入石头缝隙里 是时候咱是怎整的记住了 钻缝隙可是刺丘的拿手绝活 很快一只虾就被刺丘接走了 欢迎还在继续 你不要过来啊 小弟小弟别走啊 一旦有了活食 平时悠哉悠哉的刺丘 就会马上生龙活虎起来 大眼贼 在刺丘面前那根本就不算个事 嘎嘣脆 鸡肉味 相比之下 龟苗就逊色多了 齐白石的虾与它们无关 不得不给它们专门准备小鱼干 否则就该挨饿了 来龙妈 让你个亲一下来 饲养中华刺丘 把握住这一点就好了 吃活食 小鱼虾 最次也是小鲜肉 例如新鲜的鱼虾肉 鲜红虫 蚯蚓东归先生之作 谢谢观看